假如我是百万富翁会怎么样 很多人都做过这种白日梦 但年仅11岁的男孩小桃却幸运的可以实现这个梦想 那么当他得到100万美元时 他是如何处理的呢 男主小桃是一个刚满11岁的小男孩 在他11岁的生日宴会上 小桃拥有了他人生中第一张空埋支票 之后爸爸根据他的年龄给他填了11美元进去 他想把钱存进银行 可是却因为金额太少被拒 小小年纪的他便懂得只有拥有了金钱 在家中才拥有话语权 因此他顿时对金钱有着格外强烈的渴望和执着 一场意外中小桃的车被二狗压坏了 二狗刚刚结束他的监狱生活没多久 但很显然他并不准备改协正 这不他正急匆匆地赶往银行 威胁银行经理 去洗白非法得来了100万美元 小桃缠着二狗要他赔偿 二狗在匆忙之中开了一张空埋支票给他 小桃在支票上写下了100万美元的数额 拿到银行去兑现 职员看到小桃这奇怪的举动后 叫来的银行经理 经理果然以为小桃是二狗为了掩人耳目派来的取款人 于是经理直接把支票烧掉 把100万现金装进了小桃的书包 小桃刚冲出银行 二狗派的人就来了 这也是二狗才知道自己的钱被给错了 差点没被气死 这边小桃以铁住的名利买下一栋豪华别墅 还给自己雇了一个专车司机 每天在商场开启买买买的模式 还将自己喜欢的游戏电子设备全搬到了家里 过上了梦寐以求的奢华生活 这一天小桃邀请自己在银行遇到了漂亮钱台美丽 来自己家里参观 原来银行钱台美丽是FBI派来调查洗黑钱的卧底 因为这缘故接近铁住 从而开始接近小桃 此时二狗认出了小桃 想抓住他 却被小桃调戏得如落腾机般狼狈 这一天小桃的生日到了 他又以铁住的名义 举办了一场豪华的生日派对 派对来了很多人 大家都想亲眼目睹一下传说中的百万富翁 美丽也想趁此机会抓住铁住 派对进行到一半时 派对策划人让小桃支付剩下的十万佣金 而此时小桃才发现 自己账户上只剩下几百美元 这时小桃爸爸来到铁住办公室 想请他找回自己的儿子 说他的家人都在等他回家过生日 这一番话深深打动了 背对着他坐在椅子背后的小桃 这边策划人因为收不到佣金 也当众揭穿了小桃 众人纷纷的离去 小桃这才见识到了事态炎凉 明白了家人的重要性 这也是二狗抓住小桃 问他自己的一百万在哪里 小桃告诉他 自己六天已经花光了一百万 二狗气急败坏 趁机溜出了小鬼 还用电子设备整了二狗一伙 但还是不幸的被二狗等人抓到 幸亏美丽及时赶到 准备抓捕二狗等人 二狗为了逃脱洗黑钱的罪名 谎称自己就是铁住 刚好被冠上诈骗罪的罪名带走 小桃也回到了家里和家人团聚 不可否认 金钱会带来很多我们梦寐以求的东西 但是也会吞噬我们很多 平常不堪在乎的东西 而这些才是最为珍贵的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